一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府研究所的民意调查发现 约48%的受访民众赞同州长纽森的整体表现 而有47%的民众表示不赞同 这与去年罢免州长纽森失败时的50%支持率和42%反对率形成了鲜明对比 结果显示66%的受访者认为 纽森在处理游民问题方面做得差或非常差 比2020年9月针对同一问题的比例增加了12% 此外约51%的民众认为纽森在犯罪和公共安全方面做得很差 这比2020年的35%还高 与此同时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所在地区的犯罪率在过去一年有所增加 民调还显示约有39%的选民认为 纽森在应对疫情方面做得非常好或出色 40%的选民则给予差或很差的评价 这项民意调查在2月3日至10日 对8937名加州选民进行了线上咨询 新唐人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 1秒钟 3秒门 半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